大家好 欢迎收看旧金山焦点 我是林萧然 随着网络直播的流行 无数网红层出不穷 第一门槛满足了很多人的明星梦 还有就是网络技术越发的强大 用一个简单的滤镜美颜功能 就能够打造出一张明星一样的脸 最近中国大陆直播平台斗鱼上 一位点击量很高的美女主播不小心露出了真容 网友惊讶地发现原来此女竟是一个中年大妈 吓到了一众粉丝 我看到网上有评论说 PS修图摧毁了大众对图片的信任 网络直播滤镜和美颜功能也动摇了人们对视频的信赖程度 今天的节目我就要说一个比滤镜美颜还要强大的人工智能技术 其强大的欺骗性已经开始显现出很大的破坏力 最近美国网友中流行一个叫Deepfake的AI换脸技术 可以任意的变换人脸 不仔细看是不是还以为眼前这位是好莱坞巨星 但他其实是左边画面中的男子 这项技术不仅能够换脸 还能够伪造声带以及呈现出纯形同步 民间技术已经能够将AI换脸教程玩得不亦乐乎 主要是因为Deepfake是一个开源的模型 技术门槛低 它一获取一上手 基于人工智能的算法 可以将所有复杂的运算自动地运行 基本上是没有使用的难度 因此制造出不少无法辨识的假影片 不少公众人物甚至是一般民众都深受欺骇 随着美国2020总统大选即将到来 有报道指出 这项技术更可能沦为操纵民意的工具 试想一下 利用Deepfake技能 拿一位候选人或者是总统的图片或影片 对其进行修改 然后让他看起来像是他们在说话 但却是他们未曾说过的话 若是大面积的造假视频流出 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为了避免这种换脸技术造成的不良影响 特别是随着2020总统大选的到来 目前美国一些大学的实验室研究机构 甚至是美国国防部都开始针对Deepfake展开打架 与此同时 软件开发者也在不断地改进技术将以假乱真做到极致 不过好玩归好玩 如果一旦触碰到法律的红线 后果将会很严重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军山新台湾的YouTube频道 军山焦点栏目下留言与我互动 我是林小人 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